大家好 呵呵 Milo又來了 那我們今天印很多同好者的要求 因為大家要做兔子的時候 都發現說耳朵的部分有一點點很難操作 那我今天就針對兔子的耳朵的部分 來做一下詳細的說明 因為其實只要會做的話 爸爸媽媽或者是寶寶的做法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我們今天就拿兔寶寶的耳朵來做說明舉例 這是兔寶寶的完成品 那他的耳朵給大家看一下 他好玩是說今天他肚子可以打開 可以裝東西 那我們今天身體跟頭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捲圓的 然後再推出來這個我們之前都想過也講過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會了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要就是他耳朵的部分 因為耳朵不是圓形的 所以很多人在耳朵的部分呢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們就針對耳朵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照上面說明書的耳朵的部分 好 0.5公分就表示寬度比較窄 那我們就來照他的寬度 0.5公分取100公分 然後要先摺3公分這個部分 好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是先摺3公分呢 後面有格子 1格1公分 1 2 3 第三格 壓下去 摺3公分的意思就是算到第三格時候壓一個橫 摺過來 對摺 這樣就是3公分 先摺3公分的意思 不是一開始捲圓的說一小小格壓下去喔 記得1 2 3 第三格壓下去 好 其實是6公分對摺的意思 好 摺到這裡之後呢 再壓一下 摺過來 就照這個3公分 繼續往下摺 所以它是長條形的 慢慢的摺過來 那我們盡量保持著中間這一條是直的 不要是彎的 所以在捲的過程當中 不要很用力喔 就稍微輕輕的帶過就好 輕輕帶過就好 如果很用力的話 它可能中間的那條線會變歪的 那到時候兔子的耳朵就不會是直的囉 我們等一下會拿一個捲的很大力的 給大家看一下會變什麼樣子 好 確保中間那條線是直的 好 捲一捲 稍微輕輕拉緊就可以了 好 尾端上膠 膠一樣不用上的太多 只要可以黏住就好了 薄薄的 好 稍微等它乾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捲的太大力 看 這就是捲的太大力 你看中間的那條線 已經是歪掉的了 那到時候兔子的耳朵做起來 就不會是直直的 會歪歪的 它就是捲太大力了 好 所以我們這是錯誤的示範喔 錯誤的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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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